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明德顿县 今天呢是灭台军演 应该是最后一二天了 那么看来这一次呢 不一定就直接动手 而是采取一个以武逼合的一个措施 那么从目前来看 这个效果呢是非常的好 整体来讲跨越了一个大步 也是首次 对三大海峡的这个封锁 那么取得了非常圆满的成功 所以大家呢 我个人认为不要着急 台海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中美博弈的一个缩影 所以说这边呢 接下来你看好 南波湾亏理政权 绝对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你让他们嘴巴老去老 没关系 有的网友说 我们怎么没吓到他们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吓唬谁 你要知道 不是为了去吓唬谁 而是要检验我们自己 如何跟美军去掰手腕的能力 这个是第一位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看渤海 黄海这边搞军演 不就是针对驻海美军吗 驻海美军的那种危险的言论 不就是我们要去应对的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一次的整个军演 我个人感觉游戏才刚刚开始 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气馁 这个东西不可能玩假议题的 你想想看 中美的关系已经这么差了 老边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中美现在处于一个50年的 蜜月期结束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想想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会发生非常尖锐的冲突 而美国将同中国俄罗斯伊朗 一挑三 他有这样的能力吗 我们赤目以待 所以大家一定放心 绝对的 现在就是等于说武统这个事情是板上钉钉的 是用第一种海上封锁 经济封锁的这个模式来搞 还是说直接采取强攻政策 血腥的两栖登陆 这个就看接下来国际形势 台霸子他们无所谓 我说了 死剩下三个人 就死剩下吴钊燮 赖清德跟蔡英文 蔡英文他还这样穿龙袍 这个是他们这块地方的人的 那种脑子 他就是这种脑子 那么我们来看 几个事情我们一起来讲一讲 那么第一个 屏东清航坠机父子 骚尘交尸 检方率员涉息 勘察现场 那么昨天我们来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乐点的话题 就是屏东县 这个坚普乡 这是不是读啊 这字也不是很清楚 什么普乡 六日傍晚 惊传清航机 事事意外 一架清航机坠落 在河床上 机身瞬间起火燃烧 机上朱姓父子 不急逃 生命丧火海 评检主任 检察官 魏豪勇 七日一早率员 涉息到现场勘察 秦航机 轻航机 再传事故 震惊飞行界 评检主任 检察官 魏勇 魏豪勇 七日一早率员 与运安会到 现场去勘探 因留有 机身残验的现场 正在溪水的另一旁 加上溪水 穿急 又水伸急腰 众能换上雨鞋后 徒手 涉息 都是一些废话 台湾的这种新闻 他这个就是在凑字数 你他妈的 你这种东西 有什么好写的 离港警分局指出 61岁朱姓父亲 与24岁儿子 六日傍晚五点十分 驾驶轻航机 从高速乡 接好飞行场起飞后 约六点突然失联 随后民众报案 称有轻航机坠毁 这个一辽膝旁河床 机身起火烂烧 父子被发现时 已烧成胶尸 那么也就是说啥意思 很多网友又严重了 台湾又有飞机要坠机了 确实 你要对这种轻航机呢 什么叫轻航机 比如说 你一个民政的一个战友 跟老兵 我们两个驾驶 一前一后的飞机 或者并排坐的飞机 一般性以这种滑翔机 螺旋桨的那种飞机为主 就这种轻航机 飞着玩的 那这种飞机 怎么会坠毁呢 什么原因呢 我早就已经讲过了 台湾现在的制电磁权 是中共控制的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 强词的一个环境 你这种现代的飞机 都是由很多的电子元器件 组成的 你这种电子元器件 你根本就受不了 这种强词电磁脉冲 的这种环境的攻击 大家要知道 解放军现在搞的是 这种军演 出动了多少电子侦察机 多少电子干扰机 多少技术干扰机 跟技术侦察机 好几架都在台湾周边 昨晚上还是演习没有结束 还是在那个地方 搞军事演习 而且要不停的来搞你台湾的这些 对吧 电子通讯 搞你这些东西 尤其是你坐飞机 你要起飞 又是在 屏东这么一个敏感的地方 解放军军演处 就是在 九海里的范围内 也就是离你 离他也就是20公里都不到 20公里都不到的一个位置 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演练 这个电子攻击干嘛的 你这飞机飞上来干嘛 你不是找死吗 真的是 那飞机你马上就掉下来了 所以说嘛 我就讲 台湾人的真的是 这就是所谓的 没事 你一眼归你一眼 我还是关起门来 吃两颗彩排弹 像炸马一样的跳来跳去 没关系了 眼就眼了 反正不会打了 会打的话 美军会的会过来 然后就是这种 侵蚀自己的生命 所以大家要知道 南波湾傀儡政权 它的那种 阿Q生理法的那种宣传 其实它是在害死人的 大家懂吗 你如果说 但凡 你就是台湾人 稍微有一点忧患意识的 觉得现在这个演习 在这么大当气鼓的搞 怎么就老实一点 那飞机你还去飞的干嘛 对不对 而且还在离解放军划定的南部 巴士海峡 这个离台湾的小琉球 这个地方 哇操 这么近的 才十几公里 这么一个位置 你居然在这个屏东这块 在这里飞飞机 哇操 真不要命了 真是不要命了 所以说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美军的F35C在南海 都能把它搞进海里面去 你一架 这种没有任何的 对吧 这种反电战能力的这种 这种飞着玩的玩具飞机 你不就是找死吗 这是一个事情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昨天台湾的一档节目 在直播的时候 突然之间被黑 这间出现了 这个中国的这个地图 对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 这个领土的问题 是寸步不浪的 不能丢扫一寸领土 对吧 那你想想看 这又就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他妈的在这里直播 你电视的信号 突然间变成了我的宣传画面 那你就代表解放军 这个网络战部队 对你的这个台湾的整体的 这个网络有多熟悉 对你的电视信号 有多熟悉 玩电磁脉冲 玩通讯这一套 玩心战 多么厉害 多么厉害 对吧 就等于说是 你想弄死你 真的真的是简单的要命 对不对 你在那个地方 天天在那里 嘚巴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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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叽叽歪歪 在那里讲一大堆屁话 突然之间 你的电视屏幕 出现的是我的画面 哎呀 大家想想看 这多么的恐怖啊 你想想看 你的网络随随便便就被解放军这样搞 啊 所谓的战略支援部队过来搞演习 是来搞什么的 对不对 还有一个中国一个黑客组织啊 发表了那个黑客的那个 那个话 啊 大家想想看 对吧 你这样子搞 会不会又像这个民进党当局讲的 啊 是中华电信啊 在这个清理网络 所以才卡 清理网络 清理网络 怎么都把 对吧 你们天天准备里喊的中国啊 对岸 的这个宣传片放在里面去了 才把他天天自欺欺人 而且现在呢 有中国大陆的专业的测绘的这个软件 已经已经公布了 解放军南京号导弹驱逐舰 在花莲外海和平发电厂这个位置 是多少 11.38公里 也就是6.14海里 6.14海里 那不就是这跑到你的内海来了吗 所谓你的内海 对吧 12海里以内叫内海 跑到你的内海来了 你也不开不开枪击毁掉 前前面呢 横着一条 我老兵说过了啊 他妈的我都去做那个废品收购生意了 说他妈废铁 就就那样的 简阳级的这种啊 所谓的护卫舰啊 我的天哪 你你你那玩意儿 能跟这个解放军052D打吗 啊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的 简阳约052D对标的是美国啊 对吧 这些啊 阿里伯克级的这个宙斯顿 拥用宙斯顿的反导系统的这种啊 导弹驱逐舰 那对标的是这种 那能打吗 对不对 而且呢 台军方啊 也公布了解放军近距离的解放军的这个照片啊 那个战舰外表 卧槽 很光流的 全都那样隐身外外星 所以说有什么好对比的呢 对不对 你跟我就没啥对比的 懂吧 啊 就不要在那在在那边在什么的啊 自欺欺凌了 啊 那么现在呢 还有我们来看看这个周边这个形式啊 什么形式呢 呃 就是日本呢 你改革啊 你改组内阁 传清中派福田康夫儿子将出任防卫大臣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16日宣布 最快下周改组内阁和调整执政自民党高层的人事安排 日媒引述消息称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的儿子福田啊 这个叫呃 信夫 获取代前首相安倍纪裁的弟弟岸信夫 出任新的防卫大臣 岸田6日表示 他希望尽快成立新内阁 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 物价上涨 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 台海局势等各项挑战 日媒指出 55岁的自民党总务会长啊 福田将入内阁 并取代安信夫出任防卫大臣一职 落货任命将是福田首次入阁 啊 那么大家要知道啊 那福田康夫那是典型的 那么的这个 这个亲中派啊 他那个时候邀请胡锦涛到日本去访问呢 对吧 然后还这个打乒乓球啊 跟福原爱打乒乓球啥 都是他安排的 啊 所以说他呢 他儿子去当 我就说过了啊 这就是中柏定律 那岸信夫对中国是采取 所谓的极端强硬政策 这次呢 还要派自卫队过来啊 跟我们好像意思要武装对峙 要我们道歉 不道歉就要把我们怎么怎么样 那么现在呢 再看来这个 岸信夫呢 被岸田紧急干掉了 对吧 然后又派上这个福田上来 这个态度就太明显了 就是对中国的软化嘛 然后现在呢 日本的方向呢 临方正 临方正呢 也是说 虽然说中国取消了跟我的 这个会晤 但是我还是致力于希望双方 双方能够恢复这个对话 能够恢复这个对话 那么他是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意思 那么现在日本呢 唯一一个对华强硬的呢 谁 就是那个女人 高市早苗 他就在那边说安倍晋三的那个话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的事 那他在那个地方讲 那他又是不怕死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很危险 所以说我说说 女性啊 担任政治家 其实真的 放眼整个全世界 没几个合格的 这个是因为 因为这个动物的属性 就不适合担任政客或者政治家 你看 美国这个 这个希拉里 当时选总统的时候 明明有那么大的压倒性优势 为什么还是选不上 就是 他背后的这些人 都知道这个女人上台 一定会把事情搞砸 然后这个佩洛西 大家看到没 佩洛西是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 都搞砸了 对吧 他可以为了自己 因为他们是感 因为女性 她的雌激素分泌 她就是感性的 这个是 就是说 天生的 没办法 她就是 女性就是感性的 没办法 她再搞得像男人 你比如说 女性当中里面 最容易 没有感情的一个星座 摩羯女 对吧 摩羯座的女性 对不对 工作踏踏实实的 对吧 对权力欲望又比较大 对钱的欲望又比较大 但是呢 你就是摩羯座的女性 当一些官 当什么的 她还是感性的 大家懂吧 所以这个叫感情用事 所以你看 佩洛西也好 这个希拉里也好 你就说古代的什么武则天也好 对吧 吕后也好 对不对 慈禧也好 还有这个谁 你看这个埃及艳后 对吧 还有英国的这些 所谓的这种领导人 对吧 女性的 包括现在欧洲的 这么多女性的这种领导人 那你看看 现在欧洲搞了什么样子 对吧 那韩国的朴景慧 朴景慧 还拿自己的国民 去高贵的献祭 去搞献祭 搞邪教献祭一事 你说靠谱吗 对不对 因为她的精神丈夫 她闺蜜的爸 控制了她 所以搞高贵的献祭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高市早苗 还看不出来这个苗头 妈的安倍 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的事 的安倍都被处决掉了 你还在这里喊 所以老兵就说 真的 这个女同志 是不太适合担任 这个搞这个政治的 实话实说 政治还是男人玩的东西 那么这是呢 对这些事情的一个看法 所以日本呢 现在就是说 急剧在开软党 在像 她以一种变相的 她当然没有像韩国 那么恐惧了 直接就是说 重生 就是说 声明就是一中政策 以西越 不见这个佩洛西 她倒不像这个韩国 这么的 就是说 做得这么明显 但日本也是在隐性的 在表达 对你的一种恐惧感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次灭台军演 我们最重要的是检验的 是三大海峡的封锁 封控以后 你看到没有 日本 日本是不是态度就转变了 之前我们的分析都是 你看日本态度转变了 所以说 我们接下来 如果把台湾 实质型的控制 就是拿下来 登岛拿下来以后 那日本 完全会倒向我们了 他反而会跟美国去牛逼了 美国的好日子 就没多少了 感谢各位收视频 我是老编 谢谢订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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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